7月1日 习近平主席道港 在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其中提到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体现国家和香港 长远和根本的利益一致 并且会长期不变 也提到中央全面管治权 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以及对特区施政提出很多希望 各位观众 又是《时事大报》解释近了 习近平主席7月1日的重要讲话 引起各方面都很大的重视和关注 相信不仅是香港 包括国际上国内外 大家都很重视这句讲话 请嘉宾和我们谈谈 他如何看待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以及我认为有些新的表述 是怎么看的呢 请专家和我们谈谈 今天我们的嘉宾 金平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维珠 玛丽 回归25周年刚刚是原来说 是保持一国两制香港行资本主义50年的 当然当时邓小平先生已经说过 如果是做得好的话 50年之后我看也不用变 这一次习主席的讲话 就很鼓舞的 因为如果我们有些年轻人担心 25年之后他自己还是成年 我们这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呢 这一次我觉得很清楚了 因为对于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已经在十八大、十九大 就将它立为国家治理的体制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表现 十八大那里已经作了一个决策 就是我们国家是推进国家的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 卖出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做好一国两制 将它冠册起来 然后十九大 也有另外一个决议 决议就说出说 就是这个一国两制 实践的成功 是表现了国家的能力 我们知道 中国现在身为香港 已经是天长地久的一件事 国家已经将我们灌测一脚两制 就是作为它治理能力的表现 它一直治理下去 至此而言我们的所谓2047的时限 我觉得就一定会很顺利地过来 另一方面它这次就是有一些关于我们施政方面 很重要的指示 它提到就是我们要以普通市民最大的追求 作为我们施政的最大追求 又说我们要将一个有为的政府 是要将它的能力 和有效的 或者高效的市场的能力 是结合一起 是 它也有说我们要撤除 这些固有的繁离 它也有说就是我们在香港 保持我们独特的长处和优势 即是司官主义制度 普通法等等 它将一国两制说得很清楚 是 第三点它就很紧要地 但是很悠点地解释了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重要性 它首先就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它的体制的一个特征 我们要尊重这个体制 还有国家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其实国家对整个国家中央都有一个全面管治权 中央或者国家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要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统一含折 那怎样可以统一含折呢 就是一环一环 首先我们要尊重基本的制度 那接着由于中央有全面管治权 作为我们高度自治权的源头 那我们行使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一个授权 那什么人的行使才对呢 对香港是最好 以及观资一国两制最好呢 那一定是爱国者持狂了 因为这样才可以令到全面管治权可以落实 我们双层次的问题可以解决 那我们罪征会臣就无法治 最主要是三方面 是 刚才你第一点 大家都最关心的就是 其实直接讲清楚 一国两制 就是不要说什么五十年不必 现在是没有期限 是吧 是 就是一国两制没有一个期限 所以不需要大家 不需要在那里数手指 就是又少一年了 就是没可能说到2045年的时候 一国两制只剩下两年而已 就是不可能这么看法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吧 就是说长期 而且必须要坚持 长期坚持 这些字眼都是很肯定的 我想这些说话 在国际上各方面听到 都应该收到这个讯息 就是说对一国两制的坚定的信心 以及作为正如你刚才说 是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是吧 是 没错 你刚才说的分析那些点 都跟我想到那些 很多都相同的 就是我都是一些新的表述 比如说这个中央全面管治权 在14年的白皮猪提出之后 我印象中是第一次 将这个全面管治权 和特区高度自治权 两者放在一起来研究 讲清楚的关系呢 这个是第一次 是不是呢 在其他地方是有讲的 但是可以是一个很有焦点的 只是用一百个字以内 将它讲得这么清楚的 是第一次 是 要知道他的语言 或者他的文稿的语言能力是很高的 就什么人都听得懂的 所以这个是最难得的 所以这个 以往有些人听见全面管治权 就又会有一些疑虑 又觉得有压力 那个前提就是 你不可以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将它和高度自治权对立起来 就不可以这样 是吧 现在的讲话就是 就是不可以 是的 你是一个统一的 而且是含摘的 因为那个理据就是 国家的根本利益 和香港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不存在一个 不是一个对立的东西 这里呢 我们以前写资分基本法的时候 你都熟悉的了 当年曾经有一个说法的 有人提出一个所谓 成如权力的问题 现在这里其实都是 在经过二十几年之后 都澄清这件事 就是那个授权 应该是利用授权这个词 就是那个是中央授权 才有高度自治 是不是是回应了这个 所谓以前说的成如权力的问题呢 是 如果中央没有一个全面的管治权 它有什么权可以授予给香港呢 如果它自己根本没有权 但是它有全面的管治权 作为一个源头 它就可以授予给香港 高度自治 是 它授予给我们的就有 它没有授予给我们的就是没有 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一继制国家 不是联邦制的国家 对 在美国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美国可能就是说 你本身的地区 那个国家 它自己有些权 然后呢 这个联邦政府也有些权 中间有些空间 刚才你觉得对的就是 那个中央是它由上而下的一个授权 相反呢 香港特区其实没有自己固有的既有的权力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对 因为香港从来都是由中央政府 无论它是哪个朝代 下面的 在广东的某一个议员来管的 是 譬如说欧阳战争的时候 就是广东的保安院管的 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主权 也都没有自己的管治权的 所以是应该由上而下的授权 就是我们的权力来源 是 所以这个就搞清楚了 就是这个 正如你刚才说的 中央授权多少 香港又有多少 是吧 没错 不存在一个你 香港说我还有一些 那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没什么空间的 另外提到这个 一国两制特别强调 司法 普通法 这个是不是都是有所指的呢 你作为法律界人士怎么看呢 他说到第四点 必须 必须是要保持香港一个独特的优势 他里面说了我们的经济体系 他特别说就是普通法的制度要保留 其实就是这个是支撑我们作为一个金融财经中心 和国际各方面的沟通 和含折 这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来的 是 暂时在中国 在香港就是可以用这个普通话的系统 我想这里就是加一句 虽然我们也是有国安法之后 有些国家是不断地抹黑我们 说我们是没有日权自由等等 其实到了2021年 那些国际上的评级 我们香港是做得很成功的 其实那些抹黑 你用一个真真正正国际性的评级来 相对比那些抹黑是错的 是 今年6月 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 就说 2022年 就说2021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 香港由第7名上到第5名 这个就包括法治的 也都包括你营商的环境好不好 世界正义工程在2021年公布 香港的法治排名全世界19 反贪的工作就全世界排名第9 2021年世界管治目标 在控制贪沟的领域 在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排名第15 法治的领域 我们是排名第18 经济学人至2021年的报告 就说全球城市的安全指数 香港是第8 因此 无论别人如何抹黑 我们的法治制度是健全的 没错 因此我们会享受到 我们人权和自由的保护 亦是令到国际上的信心 是对香港不受影响的 是 财政司长其实说 我们2021年 我们的银行的存款 比前一年高了10% 所以习主席没有讲到这些例子 不过我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是 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个席位了 你就要保持这个优势 你要精益精益做得更好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继续回来继续聊天 欢迎继续收看《时时大报解》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基本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谭维珠 Maria 你好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有关一国两制的 但在习主席的讲话里面 除了说那四个必须之外 也都提四个希望 我觉得用字用词都是很小心的 习主席对香港的施政 讲四个希望 不是四个要求 不是四个指示 因为很清楚就是说 一国两制 他这次用了一个词叫做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是当家人 是第一责任人 所以不是中央指你要做什么 不是中央要求你做什么 是中央希望 做不做得到 怎么做法 你去搞定 这是第一责任人 所以讲到这个字 你的问题里面 我就看到有一些 比较新的讲法 里面提到这个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件事印象中以往很少提及 现在特别提到政府要有违 市场也高效 所以有效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关系 要更好 更好 本身不是坏的 要更好结合 另外想起就是 因为香港一向以前 从港英年代到回归 都是基本上说的是小政府大市场 所谓不干预政 积极不干预政策 这里来说 夏美习主席都很小心 他没有简单去否定 这个小政府大市场 但是时势变了 香港特区的政府 又的确要再有违一些 所以也没有建议你 一定要做大政府小市场 不过给你一个课题 你希望你们要解决 如何转变施意证理念的问题 我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 我完全同意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两点 我都自己有一些体会 意思就是说 要思考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一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高度自治权已经给了你 基本法是已经通过了 你们也是在行使中了 那你既然当家作主 你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一国两制的成败 已经不是说 中央给的政策是否对 成败就是我们做不做得到 一些利国为民的成果出来 因此也不仅是政府 我觉得立法会 我们社会上有能力的人 都要觉得 尤其是如果年轻人了解到 是一国两制做得好不好 第一批要负责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的管制人 还有下面我们另外几批的 就在旁边可以帮忙的 或者是普通市民 人人都有责任 这样就是一个两制做得好 关于高效市场和有违政府 双方面是要有一个好的良性互动 我觉得提出来 最低限度有两个方面 就是政府一定要肯投入 如果不是我们做不到的 一个就是创科中心 一个就是文化艺术 还有向世界讲好 香港中国故事 这两方面在市场那里 是很难找到人投资 各国售也好 或者我们的年轻人 incubator 那个枯发室也好 政府方面才有投入 等到他们有些成绩出来 高效的市场因素就会进来 让人投资 然后政府就让市场 去把这件事发入光大 文化那里 如果政府不投入 是很难开始的 我们看到现在防风这么重要 政府是投入了很多的 所以一定要把有为政府 你做这个中心 你要肯投入才行 是 而且我觉得因为时势不同了 是吧 当你中国国劣弱的时候 我们当然很担心 被人欺负 当你强大的时候 人家又要防范你 又要围堵你 又要制裁你 是吧 即是说现在时势变了 当年政府香港说要做 这个小政府大市场 有它的背景 现在来说 你要面对地缘政治 这么严峻的考验 你又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你政府一定要有为 一定要投入和介入 你开动政府的机器 正如刚才说 有些东西是市场做不到的 一定要你政府做才行 是吧 所以变成一个角色 就是政府的角色不同了 是的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市场 就等于很多东西是自生自免 正如你所说 那天的日子已经过了 你现在看新加坡 它规格得这么好 它的人民和政府目标一致 然后它就聚精会神求发展 你看看深圳 所以市场 人民和政府 一定要目标一致 它施政的纲领出来之后 政府就要投入 然后给市场机会 也要投入 这样才可以成功 这个是 譬如说地这样 我也说过 可不可以 地产商和政府合作呢 大家说清楚 在多少年之内我这里建了路 建了所有水电供应等等 那你就发展 然后你那一部分就用来做公屋 政府要肯投入 然后市场 股效市场就可以投入 是 这个也是一个以往 我想你会同意 以往在习近平主席讲话 比较少提及这方面 看来都看得比较细致 很具体的 是 还有一个值得 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 这个第四个希望 就是和谐社会 求同传议和包容容纳的问题 我印象中 近这几年 尤其是19年的暴动事件 后到现在 很少讲这方面的讲法 当现在的讲法 比如说包容 这个求同传议和谐社会 家和万世卿 以往都有讲的 不过这几年 真的很少讲 现在有一个重新的讲法 是否意味着 过去那几年那些紧张的战时状态 非常时期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可以是比较平稳 正常地去顾及到这些方面呢 可不可以这么看呢 我同意 因为紧帆帆的时候 应该过去 我们也不能紧帆帆 过往后的25年 我们毕竟在香港里面 很多人的家里 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习主席说得很清楚 你的信念是什么不重要 你守法 没有人都需要你走出来 表示你怎样爱国 但是最低运动 你知道国安法要守社会秩序 你不要搞乱 做一个良民 已经对整个一国两制的氛围 有大的帮助 都已经在帮忙建设 是 没错 现在的讲法很清楚 就是说 你只要拥护基本法 支持一国两制 不论什么职业 不论什么理念 你都可以成为 推动香港的积极力量 是吧 我的比喻就是说 2019年当我们发高烧 那你就打退消疫苗 但是我们不可能 天天打退消疫苗 退消之后 你就要保养 你就要保健 你就要恢复体力 要休养生息 这个是香港的讯号 给我们觉得 现在是恢复正常的一个时候 是吗 是吗 现在我们大家 就要坐下来 静下来 大家聚精会神 讲发展 说到发展 习主席也很具体 他说什么 叫做 住屋可以住大一点 创业机会多一点 教育 子女教育也好一点 老人家社会也照顾得好一点 这些都是用他的说法 就是违政者 人民的期望能够达到 人民的生活能够向往 能够达到 就是一个最大的追求 是吗 这个来说 都跟以往说的 以民为本这个核心 施政的初心是一致的 现在这么说 是对新政府有期望 是不是 是 是 亦都看得到 其实他是全中国最高的领导人 但是他是知道 香港 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的需要 所以做得这么成功 就是中国 这四十年里面 做得这么成功的话 我相信就是由于 最高层的人都关心 基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如果香港可以做到这么 香港会更加和谐 我们会更加成功 没错 其实我们回想回 就是我们经常说 这段时间经常说 50年不变 其实看回《基本法》的条文 你读回那个句子 有意思的就是说 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源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50年不变 其实说 就是说 是不会将内地那套搬来香港 是吧 香港本身的制度 你也要改善的 你也要完善 就不是说香港的制度 有流动 有流动 照样流动 落后就继续落后 你也要改变 要进步 所以现在说的是 一国两制入面 香港自己的制度 都要不断完善 是吧 他那里就是第二句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 他没有讲政策 两个字 他是生活不变 所以 不可以变的是什么 就是 一国两制的初心 他的说法就是 一定要坚持 一定是不变形不走样 底线是不可以变的 但是如何处理香港的问题 令我们发挥得更好 这个是可以变的 这个不变的 刚才你认识那里 就没有政策那两个字 是 如果我今天没有楼 明天我买到楼做业主 那也可以变 这个变好 为什么不可以变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了 没错了 整篇文章 整个讲话 没有什么去提 23条立法 外国势力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给人的印象 就是 真的像我说的 好像比较平和 和比较宽容 就是比较 英文所谓的 放松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 香港最紧张的时候已经过了 所以现在要强调的是这些 是不是这样呢 我同意 还有这件事怎么处理 我相信她是有信心 香港政府会找到适当的时机 好了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玛利亚和我们聊天 谢谢 谢谢 时代播解 下回分解